有幾樣東西我們都需要密切留意的 當然是即場開車測試一下 在測試過程中我們最重要的是兩樣東西 就是上車和下車 上車的話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本身入了波後車有否一些余震 余震是什麼意思 就是引擎本身的保養 或是機靈膠方面會否損耗得太厲害 車廂內的震盪會很強烈 另一方面就是引擎會知道車的起步時 轉波時會否會有問題 這些都可以令車主明顯早點知道車是有問題的